那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看來全球的局勢 也已經走到了最關鍵的一個局勢 正好 當美國兩艘航母到那個地方 當兩千的士兵也到了那一帶 就等著 有人講說目的 第一個 政責所有旁邊的國家 大家不要亂到 老大哥在這 可是還有一個就是 大家來談 如果真的談不囉 我就打 真的要這個要嗎 對 這個講政責就是這個 比較表面 比較表面 有騙通告費之嫌 所以要解釋如何政責 大家不會這麼無聊嘛 看到說兩艘航空母艦 因為現在這個福特號跟艾森好號 兩個都在地中海 這個大家都投降 不是喔 航空母艦過去 不代表航空母艦過去 是航空母艦打擊群 一起過去 一群人落朗過去 那裡面的最基本會有幾件事情 第一個 兩個航空母艦打擊群加起來 會有80架的戰鬥機 這80架戰鬥機 每一天可以起降幾百架次 那幾百架次對他們來說 就是幾百次的轟炸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 因為是一群人過去 所以旁邊有巡防艦 會有驅逐艦 水面下有核子動力潛艦 所以呢會有大量的戰斧飛彈 以及所謂的核導彈 在中東這邊做核威懾 所以這個東西呢會造成 我不是只有兩艘航空母艦軍 也不是只有飛機 會有遠程的地對地的打擊能力 這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最近看到一個新聞 有這個 某一個國家的飛彈被美國打下了 因為航空母艦軍旁邊會有驅逐艦 驅逐艦上面會有標6飛彈 會把等於是拉了一個所謂的防護网 在整個中東地區 他具有彈道飛彈的攔截能力 所以他隨時可以保護以色列 以及保護自己 這第三件事 第四件事 航空母艦上面一定會有偵察機 這個偵察機呢可以代表 航空母艦過去可以做大量的勤收跟戰管 他可以把整個中東地區勤收戰管 全部統整管 所以不是只有兩艘航空母艦去啊 他是兩個戰力過去 而且這是完整戰力 好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更有趣的事情是看到這個 第六艦隊的惠特尼桑號過去 第六艦隊大家比較不熟悉啊 不熟悉 像母港在義大利 管地中海那附近 那整個美國只有兩艘兩棲指揮艦 這是其中一艘 另外一艘叫做藍領號是在第七艦隊 第六艦隊叫做惠特尼桑號過去 兩棲指揮艦幹嘛呢 你可以把他想像 打仗的時候他就是美國海軍的旗艦 他是戰術指揮中心 指揮通訊控制情報都在上面 所以這個惠特尼桑號過去的時候 所有美軍的高級參謀以及參謀長 他的指揮中心就在惠特尼桑號 我們看惡物戰爭有那種大量的情報 有那種大電視 然後所有的AI預算 全部都在惠特尼桑號 然後由上面的參謀以及高級參謀 來做所有的情報 做實時的判斷 要不要交戰 這是一塊 另外呢 八丹號也就是這個閃電航母 兩棲突擊艦也過去了 八丹號過去意味著 這次他跟中東國家其實也都有一些聯繫 所以你會發現這些阿拉伯國家 中東國家跟俄國跟中國 其實是關係比較好的 所以國際上也擔心說 會不會形成另外一個邪惡軸心的力量 來去跟美國對抗 而美國這次停以色列 到底這個後面 你有多少的盟友可以加入 而在這個所謂中東複雜的情勢裡面 美國過去一直希望以色列 也能夠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國家 大家能夠做好朋友 好好的放下這個宗教的成見 然後好好的能夠一起締造和平 但顯然現在是功虧一虧 現在看起來的話 如果嘉維剛剛提到說 包括中國扮演的角色 俄羅斯扮演的角色 都好 有媒體上面會用那個 心邪惡軸心成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就一定會騙著 中國 俄羅斯 伊朗 然後再來就是北韓 都會被表現 尤其伊朗在線下 大家最在乎的就是 他到底有沒有印象要扮演角色 他如果真的在這場要扮演角色的話 那大概瞞天烽火就會起來啦 伊朗從來沒有缺席過 從來沒有缺席過 在這個 夏山醫院那個醫院 我看到的資料 他還是英國教會在支持 英國教會支持 現場現在在找的是有沒有導彈碎片 如果有導彈碎片就很容易判斷是不是以色列 那現在像BBC 或者他們有一些實際上在駐地的記者 現在看起來有個困擾就說 沒有找到導彈碎片 那是什麼引爆的 如果是火箭 如果是炸藥 那比較不像是以色列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這個衝突會 這個加薩這個事情 以色列跟巴斯坦這個事情 沒有任何人可以協調 不管是美國或者是中國或俄羅斯 大家能做的一件事情是先控制 不要讓衝突繼續擴大 可是在這控制的過程 會形成一個不同的社會秩序 世界秩序 就是以中國 俄羅斯 包括普丁才剛在北京 跟習近平 習大大 然後跟伊朗這三個國家 在烏克蘭的時候 這三個國家也一起扮演角色 所以在美國的對立面那邊 有形成了另外一個 全球現在又分成兩塊了 對 這個趨勢已經越來越清楚了 因為中東的這場悲劇 對我們來講 台灣沒有什麼著力的空間 我們關注的大概就是 僑民的安全 然後我們會受到油價的波動 因為油價的波動 你可能又要通膨 又會影響到經濟 可是另外一個層面要注意的 就是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 因為那個尾巴衝突 會逼著歐洲國家 又要選邊 就像俄羅斯 就是這個進攻烏克蘭的時候 會逼著歐盟國家全部到全邊 好可是 中國又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他會拉攏來另外一批 另外一批國家 所以這個格局形成 其實對我們自身的安全 跟未來 其實包括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大家都要去思考的 這個世界不是像 他不會像民進黨講的那麼容易 在美國單方 也不會像國民黨所寄望的那麼容易 這個世界會比我們原想的複雜太多 最後一個就是 也不像柯文的 每天變來變去不知道在講什麼 OK 可是現在看起來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有沒有注意到 在尾巴之間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一則新聞出來 一副 哲倫斯基 他本來要去訪問以色列 結果以色列拒絕了 以色列說時機不移 那哲倫斯基順獲烏克蘭 我有聽到另外一個講 烏克蘭怕全球目光焦點擺到以色列 然後大家就忽略掉了 俄羅斯跟烏克蘭還在打仗 包括西方世界的援助 會不會因此 緊結 對 你一定某種程度就要被分掉了 所以為什麼美國那時候要直接出來說 他的一千億美金 是包括以色列 烏克蘭跟台灣 OK 所以尾巴之間這整你就知道俄烏 尤其現在看起來的話 媒體上有報導 俄羅斯正在發起所謂的冬季反攻 這冬季反攻 但是你說在阿富地夫卡這個地方 媒體上說變新角落 8000士兵被打掛 這是什麼概念 這很恐怖的一個概念 為什麼會這樣 主要是 阿富地夫卡目前為止是烏軍在掌握 尤其是城區 他是城區是高地四周是平地 所以他的砲就架在上面 架在上面直接打 所以他們冬季反攻的時候 包括250到300輛的坦克 往這個城市走 由東方北方跟南方同時三個面向進攻 那當然南部尤其他們是在南部 想要從烏克蘭掌握最脆弱地方攻進去的時候 因為他的道路有很多都是在烏克蘭的炮火之下 所以他們要繞道 繞道以後呢他們又搭那個便橋 結果有一輛坦克就從便橋木橋翻下去 一翻下去以後後面二十幾輛的坦克全部停擺 一邊是河俄一邊是沼澤 你就知道坦克到沼澤等於不能動了 那烏克蘭的無人機發現以後 砰一次炮轟 就等整個列隊在那邊停著被打火把 就被火把在打 所以這一場戰役裡面呢 烏克蘭當然他也從很多機動隊 從很多地方四個也都調過來 在圍繞